大家好,早餐别总是吃包子油条了 用几张剩下的饺子皮简单一做 五分钟就能解决全家人的早餐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把饺子皮横着切几刀 再竖着切几刀 切好以后把它抖散 先放进盘子里面备用 准备一个西红柿在上面打上十字花刀 将它放在碗里面加入刚烧开的开水 给它烫两分钟 准备一小把金针菇切成三公分左右的段 切好放完里面备用 准备一个去皮土豆 先把它切成一公分左右的厚片 再切成一公分左右的条 最后把它切成小方丁 切好先放在盘子里面 准备一根胡萝卜去皮 先将它切成厚片 最后切成小方丁 切好后装在盘中备用 西红柿烫好后再撕去它的外皮 这样烫过的西红柿去皮就非常的方便了 去皮的西红柿像我这样先竖着切几刀 不要切断 再把它横过来交叉切 同样不要切断 再把它立起来切成小丁 看一下这样切西红柿丁的时候 是不是就特别的方便了 切好后先装在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菠菜切成小段 切好装在盘中备用 另取一个小碗打入两颗母鸡蛋 用筷子搅拌均匀 起锅烧热加入少许食用油 然后放入葱花和蒜片小火边炒出香味 炒香后下入西红柿丁翻炒 炒出西红柿里面的汁水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您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动动你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支持和鼓励 西红柿炒出汤之后 接着往锅中加入适量的开水 接下来先把土豆丁和胡萝卜丁倒入锅中 给它搅拌均匀 盖上盖子 把土豆和胡萝卜煮熟 煮熟后再加入金针菇 把它们搅拌均匀 汤汁再次煮开后 把饺子皮慢慢地撒进去 如果全部一起倒进去 饺子皮就会粘成坨 全部下锅后再用铲子不停地搅拌 防止粘连 大概给它煮一分钟左右 调味加入一勺食盐 少许的鸡精 适量的生抽酱油 再把切好的菠菜放进来 搅拌均匀 把菠菜煮至断生 然后再淋入鸡蛋液 用铲子轻轻地推动 出锅的时候淋入少许的小磨香油 搅拌均匀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天冷的时候早上喝上一碗 真的是暖心又暖胃 里面加了鸡蛋 土豆 胡萝卜 还有蔬菜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